睽違三個月環保志工回復運作 其中土城日新里的環保志工就發現 這垃圾量整整多了一倍 另外志工們還多了消毒工作 在清潔環境的同時也要防堵疫情再發生 志工們拿起掃把分工展開清掃工作 他們是土城日新里的環保志工 睽違三個月重新復工 不過卻得面對掃不完的垃圾 那因為我們的轄區有包含學校 然後住宅區還有這個菜市場 還有後面的這個工業區的部分 所以打掃的範圍會比較廣 很久的時間都沒有打掃了 那在第一次打掃的時候就比較累 我們平常用的塑膠袋 大概在六代跟七代 那我們在這個復工以後呢 就變成一倍 對啊就十幾代 我們疫情開始之後快了三個月了 所以這三個月來 就是說只有一些少部分的 鄰近的志工他會掃一下 我們只能做的就是說 掃地的時候就是把整所有 裡面環境都清乾淨這樣而已 所以這垃圾量一定會很多的 另外工作內容也因為疫情有所改變 現在可不只是打掃還多了消毒的工作 我們也有一些公用設施 還有我們就是里民提供的設施 都要再做一次的這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清潔 就是加上這個消毒的部分 旅長也提到 里內65歲以上的長輩一共有836位 占整個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疫情來勢洶洶就怕他們成為病毒的目標 因此針對亂丟垃圾的亂象會嚴格取締 還有我們里長如果看到外面就是有人丟垃圾什麼 他會直接把他 就是把他拿回來這樣拿回來放 他怕說里內太多是老人有沒有 就怕有時候疫情的關係 外面很髒不行 那我們看到就會隨時就拿起掃把什麼就幫忙掃這樣 我們這一里的志工其實都已經有年紀了 那希望說有一些新手可以來為這個里付出 希望心血加入能分擔龐大的清掃工作量 而里長也不忘提醒志工隨時戴上口罩 勤洗手消毒 保護好自己才能繼續守護里上的整潔